中国武汉爆发多起不明肺炎病情 香港目前也出现21起疑似个案 亚洲各地不敢掉以轻心 纷纷加强预防措施 武汉不明肺炎入境香港 由于距离最早确定病患者 至今已有超过两个星期 当地专家相信这已构成超级传播事件 香港已加强预防措施 将应变计划等级提高到严重级别 本地传染病专家上 《诗诚有约访谈》节目时表示 了解这个病毒为何 是目前防止病情扩散的关键 这就跟一般的肺炎没有太大的区别 刚才医生也说了发烧 咳嗽 那么再厉害的话 它在肺里面会结水 但这些症状 其他的病毒跟细菌 都可以造成同样的症状 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新的病原体 为防止不明肺炎从武汉入境 我国也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 从武汉入境我国的乘客 都必须接受体温检查 在肺炎上